我很紧张 这应该算是我头一次跟江明会合作 那个剧场是四千人 大幕一拉开 我底下黑暗一片 我后边也是黑暗一片 一个追光灯照着我的灯 必须我出第一个影 整个这场年会 想一两样才能开始 这是我确实听见的 果敢是生活在巴黎的职业音乐人 他今天的行程很满 从早到晚他安排了四场会面 合作者来自三个不同的国家 放晚他又要赶到吉他手马蒂亚斯的家里 准备给他们的新歌录音 新的专辑就叫功夫 我们的集的就是西班牙的富兰蒙古集的 比较火爆 比较激情的 二虎一直是在这个乐队里是一个县 现在这个乐队在国外几乎无人不值了 我的一塌糊涂就是说每天都有大量的粉丝 我就想还是尽量把二虎打入这个国外的主流音乐圈子 这个特别重要 光在华人圈子的演出这个是不够的 我就动了很多脑筋 比如说组织乐队啊 认识很多有名的这个音乐家 还有找一些法国的音乐家在一起合作啊 五大洲所有的国家的音乐家都要联系 在古典音乐 巴洛克音乐 爵士乐 包括摇吻乐 我都要聪明 跟不同音乐风格的人去尝试 这样才有更多的人来注意到你的乐器 这里是果敢刚来巴黎时就读的Freshness国立音乐学院 他今天回来看望自己当时的老师 实际上果敢最初来法国的目的和二虎无关 他在这儿选择的是打击乐专业 打算拿到毕业文凭之后 就马上回中国当架子鼓老师 这是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音乐会 战斗过的地方 古一般就摆着重重件嘛 对面的第三排或者第四排 就全是这个评委 什么都没变 整个凳子的颜色什么都没变 2001年 初到法国的果敢以为 自己走成了一条与二虎再无交集的道路 我准备出发来法国留学那天 把行李都收拾好 这个时候我父亲来了 他说呢 你带把二虎去吧 我当时原来想来留学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着带二虎 我父亲跟我说 说你来带把二虎去吧 我说 那行李够多的了 我父亲坚持要带 然后我就把这个二虎带着 我就清清楚楚的 他们来了一个小面包车接我 是冬天的 特别冬 我爸站在那个雪里 就一直瞅着我的车远去 走了很远了 这小时他还站那 果敢在中国沈阳长大 四岁开始学习二虎 父亲是国内著名的二虎大师 果俊明 果敢从初中就开始 跟父亲一起上台演出 但大学毕业后 他的兴趣发生了变化 像91年到2001年 这个期间 就到法国这个前面 这将近十年吧 没有拉过二虎 91年那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候 中国的名字是很低谷的 那时候根本没有音乐会 也没有什么 谁花钱买票去看音乐 这几个没有 大学毕业后 果敢对架子鼓更感兴趣 出国之前 果敢就已经组织了 自己的摇滚和爵士乐队 担任鼓手 演出场面盛大 粉丝重作 那时候大家不都唱 推荐的吗 我记得那时候 是冬天演出 那些学生 拿上去 国内 整年大一起去 那时候报纸 媒体 都有报道 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多粉丝 三十一岁 在国内小有名气之时 果敢选择 只身前往法国 今修大集园 记得我刚来巴黎的第一天 没学法语 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没有同学 什么都没有 明儿 我想去哪呢 得了 我去这个 贴塔 而且我要买张票 上到最高处 看一下巴黎 我待了两个多段时间 就在最上面待 你看巴黎 真是很美的一个城市 很有艺术 其实也有城市 我以后 整个发展 全是问号 谁 所以说那个时候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觉得巴黎很美 然后 也有一些这个 惆怅 我身边有些同学 来的 他们都去这个餐馆打工 回来那个手 有的那个 在那洗碗 手都泡的 都泡成那样了 因为我从小就 学的是音乐 我合计 我觉得这个 还是保护一下 我这个手 我还是 想办法 做一些艺术打工 果敢的艺术打工 就包括 实习放下多年的二胡 在一些华人社团里 演出挣钱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在异国他乡 是这门家传的手艺 养活了自己 这里是中国驻 法国大使馆 文化处的音乐厅 2007年 果敢的父亲出访法国 父子二人 曾在这里同台演出 OK 后来我经常也看一些 国外的鼓手 是有很多打得非常好 有的都没有工作 我就发现 我的程度还没有人打 加上打得好 因为这个时候 我已经用二胡 开始演出越来越多了 我看好了 这个二胡他在法国有市场 我就要把他当成一个 养家户口的一个职业 刚开始就是为了养家户口 你说什么 交付至于是 再来的 那是什么事? 在你什么事? 有一个写几幕 在олн双方的 在这集中 在哪里 在法国的十多年间 果敢用二胡 录制了近五十首电影配乐 七十多张唱片 去了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演出两千多场 这就是文化符号 它就代表中国 而且我不是演一场 两千多场 面对成年商业的观众 这就叫文化自信 在巴黎议会宫演出二胡交响师 大木一拉开 就我穿个大白袍 后边一个将近一百声的 教练队给我伴奏 我很紧张 我看不到教练队 甚至指挥都是在我后面 因为谈背了舞台效果 又一个追光灯照着我的灯上 这时候我就想我父亲从小教我那个拉伤的情景 教我那些话 比如说在舞台上你怎么放松啊 怎么深呼吸啊 这个时候我一仰头 开始第一人就拉了 这张照片就被一个摄影师插插 就是这张照片 最后就我海报照片 用过无数次海报的 就这样转变了 等到最后音乐演奏完了以后 第一个观众都站起来鼓掌 非常规划那天 也是通过这场演出 名声也越来越大 在法国名气就开始起来了 一般专业感讲这些题的 中间里有肚 看见没有 小肚 小时候对法国红酒 绝配 是 法语叫哈宾利 这就大家抱个二胡 如今果敢已经在巴黎安家 从他家的窗口看出去 就是17年前 他第一天到巴黎时 助力良久的埃弗尔铁塔 我在巴黎 住在这个巴黎的事务区 我的爱人也是一个钢筋家 我还有两个小孩 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所以说我的生活就已经在法国 扎下根来 好嘞 准备吃饺子了 准备吃饺子 我们大家 17年前看巴黎 和现在看巴黎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我已经很喜欢这个城市 很爱这个城市 对我人生来说 是一个第二次非常大的转折 所有的这一切 都发生在巴黎 巴黎的中学 是一个